大家好,我是香港世界宣明会的余姑娘 香港世界宣明会是一个基督教救援及发展组织 我们致力效法耶稣基督将爱带到贫穷人当中 为到贫穷儿童、家庭和社区带来长远的改变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消失的课室 到底课室为什么会消失呢? 而这些情况大部分都发生在贫穷书院里面 我们出发去其中一间位于山区的贫穷书院看看 这间书院的外观简陋 里面的设施又不是很完善 但之前一直都有很多学生来上课 不过不知由何时开始 学生慢慢没有再回来 难道因为疫情学校改了上网科? 但不是呀 学校老师都找不到同学仔 于是 书名会决定派两位小偵探 去追踪下学生到底去了哪里 我们一起出发啦 小偵探 小偵探跟着的脚印 去到印度一个叫阿格拉的地方 在那里找到这个男孩 是13岁的阿田 小偵探发现了一些线索 你看 阿田身边放了盒子 啊 那些是鞋盒啊 原来阿田是一间鞋厂做事 由早上8点做到晚上6点 每一天都是这样 那 为何阿田不上学 而要在鞋厂做事 小偵探发现 阿田原来来自一个大家庭 一直都是爸爸去赚钱养家 但是有一天 爸爸病了 他不可以再去鞋厂工作 因为这样 家里就没了钱去买东西和交租 阿田为了可以赚钱 他就决定不再上学 代替爸爸去鞋厂做事 在鞋厂的工作真是很辛苦 阿田每天都要用一些大型 又骯髒的工具去裁剪 和缝纫皮革 阿田有时还会被那些很锋利的剪刀剪 这个时候 不如你都看下自己对手 又比较一下你和阿田对手有什么不同 可能你会发现 阿田对手比较脏和粗糙 因为只有13岁的他 已经每天都要做很危险的工作 当我们说18岁以下小朋友 长时间要上班 不能上学 身心受到损害 我们就会称这些小朋友做同工 阿田成为了同工之后 虽然赚到钱 可以交租 买东西 给小妹妹的学费 但其实她很不开心 她和小禁探说 自己很想上学 日后可以成为一个板球的球星 但为了家 她宁愿放弃这个梦想 去工作赚钱 全球一共有1亿6千万个童工 我们现在都一起听下 另一位童工小朋友的经历 她叫做拉法 很多朋友常常问我 为什么你没有上学 为什么你没有读书 当时我很不开心 生活真的很艰难 以前我可以上学读书 可以和朋友玩 我很享受那时的生活 我们一家人都很开心 后来妈妈病了 还送了去医院 一向爸爸在家 唯一一个工作的人 所以他照顾不了妈妈 我亦有两个弟弟 年纪比我小 我有责任照顾他们 所以我决定退学 留在家 就可以照顾到妈妈 为她准备食物 我以为我不会再有机会上学 每日早7点 我就去火柴厂上班 回到家 已经是晚上7点半 很多时 我都觉得很累 妈妈会帮我 在手脚上 擦下药膏 贫穷书院 有这么多小朋友 没有再上学 其中一个原因 原来是因为 贫穷成为了同工 而另外一个小偵探发现 有很多的女孩 不见了 就好像这个女孩 她没有再上学 因为要结婚了 但其实她还未够18岁 也不是自愿去嫁人的 当我们说 未成年的小朋友 就要结婚 这个现象叫做同婚 小偵探发现 全世界有很多女孩 都经历过同婚 超过6.5亿那么多 意思是每五个女孩 就有一个未成年要结婚 这些情况 这些情况 主要出现在比较贫穷 传统 或者是没有法律保障的社会 在这里 这个时候 我想同学和我一起数两秒 一 二 今天 每两秒 就会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孩 被迫结婚 小偵探跟着这些资料去调查 最后 找到一个女孩 叫做小雅 今年15岁 她已经嫁了人 是同婚的受害者之一 仔细调查下 发现小雅15岁的时候 村里的人 不停地跟她爸爸妈妈说 哎呀 小雅都这么大个女孩 你们又穷 快点把她嫁出去 你们就不用这么大经济负担 我们整条村的人都是这么做的 小雅的爸爸妈妈 听到之后 其实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他们没有勇气去拒绝 亦都受着很大的压力 最后就很无奈地把小雅嫁了出去 小雅结婚之后 要做很多家务 亦都没得回学读书 不单止是这样 她的老公和家人对她也很差 又打又闹 小雅说 她不能忘记她体见和经历过的事情 因为这一切都令到小雅的身心灵 受到很大的伤害 有很多女孩和小雅一样 经历同婚 不可以再上学了 小偵探还发现了 其他令学生没有再上学的原因 例如 有些同学子住得比较偏远 亦都要走一段很长的路 很危险才可以上学 所以这些同学子就没有再上学了 亦有很多小朋友 因为饥饿而无力气上学 现在亦都有更多的小朋友 因为战争成为难民 令他们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小偵探见到贫穷地区的小朋友 有这么多的需要 那怎么算好呢? 不用怕 书名会的哥哥姐姐见到这个情况 都决定做些事帮助贫穷书院的小朋友 大家还记不记得要做鞋子的阿田呢? 后来阿田的爸爸病好了 他想阿田继续帮忙做事赚多些钱 但是书名会的哥哥姐姐就跟他爸爸说 这么小的小朋友要做危险的工作 对他成长有很多负面影响 经过一番劝告和帮助 阿田终于不用再做事了 书名会为了阿田和其他同工家庭提供生计帮助 令他们增加收入 小朋友就不用再做同工 可以上学读书了 另外宣明会又为同工小朋友提供辅导 让他们将一些不开心的东西说出来 我们现在又看看另外一位同工拉法 他的生命又有什么改变 后来宣明会和一个儿童福利组织 资助了我的学费 等我可以回学 他们送了校服和笔记簿给我 资助我读小学六年级 一开始 我很怕回学校 但是妈妈不断鼓励我 现在我很喜欢上学 自从离开了火柴厂的工作 我终于有自由去读书 当我见到那些很聪明的同学 我都想像他们那样 所以我很努力读书 我非常开心 因为现在我已经读中学六年级了 我很喜欢奠基工程学这科 虽然家境仍然不好 但我知道如果我努力读书 将来找到一份好工 我就可以好好照顾家人 教育可以令一切变得有可能 今天 还有很多小朋友被迫做同工 但是你可以帮到他们 如果你帮助我一样的小朋友 他们就可以像我那样 回学校读书 我为宣明会 和所有脱离了同工的小朋友感到骄傲 我相信 在他们为其他人带来快乐的同时 他们亦会觉得开心 同工的小朋友得到帮助 可以回学读书 那么经历同婚的女孩 他们的处境又可不可以得到扭转呢? 之前我们提过一个女孩 她叫小雅 小雅一直都很想离开她结婚之后的家庭 因为她很痛苦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好 宣明会发现村里面很多女孩都受到同婚的威胁 于是 决定成立一个父亲小组 告诉爸爸知道同婚的祸害 而小雅的爸爸后来都做了明治决定 支持小雅离开她老公 回回自己的家 经历同婚的女孩 有部分已经错失读书的机会 所以宣明会开办技能培训班 帮助这班女孩建立技能 例如车衫或者相关的知识 让她们可以自力更生 我们一起看看教育可以如何预防同婚的发生 结婚 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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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会一起讨论现在有什么社会性关于小朋友的问题 例如第一种 就是儿童的同工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儿童早婚的问题 当他们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会和社区的领袖说 也希望社区的领袖可以反映给政府部门听 然后可以再影响到整个社区 Saga Rekord 其实之前她在十二三岁的时候 她爸爸妈妈打算把她嫁出去 也是有男孩来求婚的 家里也很贫穷 所以她也有想过这件事是否应该要做 她当时就和Wall Vision的儿童议会 告诉她们这件事发生 那时候儿童议会 她立刻派人来她家 跟她妈妈聊 就告诉她 小朋友早婚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她妈妈也听了她们说完之后 也接受了 所以她到现在 仍然都在读书 也在寻找她的梦 认识了Saga Rekord 和认识了Charles Forum的一群小朋友 我有很强烈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很有自信 我很相信他们快乐来自自信 而自信是来自教育 你会为她内心发出来那份自信 而觉得开心 你亦都期望她这份自信 她的目标 可以带她走得更加远 同婚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 很多女孩开始回学了 宣明会很努力去帮助 贫穷书院的小朋友 因为我们相信 每个小朋友都应该拥有同等的权利 例如是健康保障 开心和安全的童年 还有上学的机会 在香港 资源真是很丰富 我们不需要担心自己小小就不能上学 要去打工或结婚 而住在贫穷地方的小朋友 他们的居住环境和要面对的挑战 其实很不一样 但有一样东西是大家都相同 就是大家都是小朋友 都应该享有 刚才我所说的健康 安全和教育 只是他们需要其他人去帮忙 同学 你会不会就是愿意去帮忙的那个呢? 我也鼓励你 可以尝试为贫穷小朋友去祈祷 或者将今天你听到的信息 和更多人去分享 有能力的时候 就去捐钱帮助他们 相信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出一分力 贫穷小朋友的生活 一定可以大大得到改善 我们都一起加油啦!